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他这里讲到 讲到这个五主十一法 我们这个把它讲一下 这个是最常见的 五蕴 色受想行事 那么观这个色受想行事 通常从色 然后受想行事这样观 那么它分成 所谓的五类十一法 如果是大声广武于论 就分成 那么四种 四种类别 我们先来讲 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 外 出戏豪愁远近 出戏 好 那如果一 大声广武运论说 它把它分作四类 这个我们上次说过 不过现在再讲一次 没关系 广武运 我们就写广武运论就好了 从广武运论说 广武运论说 它把它分作 这个是相续 时间上的相续 相续品类 它是这么分的 品类 内外的品类 那么 这个去处 这个 是去处 它是这么说的 这个是差别 就分成四类 如果是清静道论的话 南爪的清静道论的话 它分的又不一样 我们写一下好了 就是我们大概知道 大概人家都是怎么解释的 这是广武运论 清静道论的话 它是这么说的 它是认为 这个是所谓的时间 从时间上 不过你没有办法 观到色的 过去跟未来 的人看现在 反正这 它就是还蛮复杂的 那么时间 自它 自它 自己跟别人 就是内跟外 那质地 这个是法的质地 出息是法的质地 它本身的 这个质地上说 这个是从它的样貌说 这个法的样貌上说 如果你仔细去看 它教你怎么关怎么关 我们如果没有禅修的基础 或是理解不够 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困难 后来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用保际经的观法 还比较简单一点 就直接关心 色色想信 它有五组十一法 都有十一法 这里有五个 所以就有五十五个 五五个 然后有十一法 那十一法是五组 这里是五组十一法 那么色 观 这总共就五十五个 色 过去色 现在色 未来色 内色 外色 出色 细色 好色 丑色 远色 近色 色就有五 那么就有十一个 那么瘦也一样 过去瘦 现在瘦 未来瘦 乃至远瘦近瘦 又有十一个 所以就变成 五乘以十一 就五十五个了 就这样 赤地观 那这个是 广武论 这个是一类的 那么这个 清新道论 它就分这五类 就是这个是距离 它具体上 有教你怎么观 那这个大家有兴 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去看 这讲起来很复杂 所以我后来都会觉得 像宝基金跟金刚金的 这种观法 就直接简单 但是是 戏有戏的好处 那盖药有盖药的好处 那有些人就是喜欢戏 有些人太戏 他就没办法 那就是看个人的 那这个是最常见的 我们说观五蕴的 那么 这个还没有 这个还没有 这个还没有完 这个关这个之后 然后你还要关什么 是我亦我相在 不是我不亦我不相在 这个完了之后 譬如从这里五蕴 先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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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完了之后 然后你再知道是五蕴 总结是什么 不是我 色不是我 不亦我不相在 又乘以 如果再乘以四个 相在又 我中有色 中有我中有色 不是我 不亦我 就否定了 你再从这里去否定 不亦我 然后不相在 那相在是 色中有我 就有色 这两个 如果永中论的 还有一个不相属 五球 那就更多了 所以 那基本上 后面 这个完了之后 你因为你从这 从这当中 一一去关 就这五个而已 身心 就这五个 那五个 就从这五个 这十一种 就五类 或是四类 那么去看 那都没有我 所以他就不是我 那也不是 这个五蕴之外 有我 那 这个衣冠都不是我 因为不在这里 那不是五蕴之用 他也不是我中有色 也不是色中 不是蕴中有我 不是我中有蕴 这个叫相在 那通常 都讲到这里而已 那 中论里面又多了一个相属 就 互相隶属 那就变成 又 大概这样 我们 所读过的 所读过的大概是这样 当然 也有可能我还没读过的 大概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就是 现在已经讲到这里 所以后面是什么 我们就不再细细 说明这个东西 他说 那么 从这个十一法里面 一切如实观察 非我 非亦我不相在 他这里 那么 用非 有时候 不用不 有时候用非 或是用无 那么 基本上 它是同样的意思 就翻译的不同而已 非我 非亦我 他不及是我 那么 也不是 不是我 也不是 那 这个我在社中 我在蕴中 蕴在我中 就是 我们说的就是 非及运我 及五蕴是我 非离五蕴有我 那也不是 我在运中 不是运在我中 详细说就是这样 非己运我 非离运我 非运中有我 非我中有运 好 那么 受想形式也是这样 就社 那如果把他这个社放进去 就是什么 社非我 就是 非社是我 非社义我 那么 非社中有我 非我中有社 有社 那么受想形式 义父如是 就详细讲 应该这样 那因为他前面嘛 就是社 社 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豪丑出戏 内外 他这个 信息是 内外出戏豪丑远近 我都习惯念 内外豪丑出戏远近 好 那么 所以 这样关了之后 笔学 必 见即 见到即 就一定会见法 一定会得解脱 一定会 不断坏 堪认成就 厌离之见 守甘露门 那么 就是 他一旦 一旦见法之后 就不会再退转了 就不断不坏 就是 一定 就是他一旦 见法 得法身之后 就是 正无我了之后 他不会失去 不会失去 这个 这个证件 那 堪认成就 那么 可以 可以成就解脱 那么 厌离之见 守甘露门 那么 就是 他能够 厌离 灭近 得 得这个 法的之见 见法之法 能够 见法之法 入法得法 阿安经常说 见法 见法之法 见法入法 知法得法 那么 得眼智明觉 基本上 就是得这种 法的智慧 那么 所甘露门 基本上就是 能够到 甘露是不死 那 就是得解脱 简单讲 就是得解脱 之见 那么 虽非一切 惜得究竟 那 虽然这个时候 还没有 完全断尽烦恼 但是 决定什么 去向涅槃 就 正出国 就是这样 正出国 知法入法 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那么 度诸一祸 或断诸一祸 不由于他 他有一个 有一个习惯性的说词 我只是大概记得 不知道讲哪里 就知法入法 见法得法 那么 断诸一祸 不由于他 那么 犯恨 就是 清白犯恨 那 类似像这样 忘记了 记太多 有时候忘记了 那么 这个 或者说 得眼智明觉 那么 这个基本上 就是正出国 的一个说词 正出国 的一个说词 那 这个 正出国之后 虽然还没有究竟 就这里讲的 还没有究竟 虽非一切 惜得究竟 但是 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解脱 一定会正事过 出国 最多最多 依 这个 阿含经的说法 而且还没有 其他的说法 只有这一种说法 就是一定 最多七次正年天 玩法 有一些 有其他的说法 比如说 钟英生到底有没有 如果有钟英生 到底多久 会投胎 这个就有不同的说法 钟英生 有些说 七七十九天 七个七次 七个 七天一个循环 那七次以后 一定会投胎 就 你会觉得 印度七是一个 特别奇怪的数字 就是圆满 就是他 会做一个 一个循环 七次一个循环 像一个礼拜 有七天也是一样 就是完成 这七个循环 那么 出国的 钟英生 也是这样 但是钟英生 有不同的说法 钟英生 有不同的说法 第一个七天 他会做一个循环 如果没有 最多七个七天 就会做一个循环 所以后来 大圣经典里面 也都是讲这样 若一日到若七日 或是 像钥匙筋的 点七七四十九转灯 或是 利七佛 七药师佛 反正都是用这个七 表圆满 这个是表圆满而已 好 那么 他这里 那说到 就是 就是我们说 出国最多 七 七次 人天玩反 他不会多三二道 那么 正国的人 他正健在内心 我们早上讲 当你有法在心的时候 他就可以对此烦恼 那我们会妄念 他不会 他的佛 他也会思念 但是他那个法 很快就会起来 像阿难正出国就这样 即使他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他偶尔会妄念 但他很快会生起来 那么 所以 他 他会自在 所以他不可能说 还要人家去救他 不需要 正出国的人 无论如何 在 面对境界的时候 他法会生起 会有力量 就算他那个时候 处于思念的状态 他也不会因为思念太严重 那么就忘记了 然后没有办法对治烦恼 如果出出众的烦恼 然后就照三二道的二月 然后犯戒 就录三二道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那个就是法的力量 所以你必须要常常 培养这种力量 像我们讲的 这奴家讲的 君子无忠实是先为人 那一样 照吃必于事 颠沛必于事 然后 所以他因为有这种力量 内心 内心有这种法的力量 所以 那么 处于 就是在 处于底 就是说他 他到最后会比较 我们说所谓的自在 那么 处贫贱 那么 就是在贫 就是他 处贫贱 行与贫贱 处贵 行与贫贵 就是说 他不管遇见什么人 遇见什么事 在什么样的境界里面 那么他都能够依这个法 依这个法来应对 所以 那么 所以他会自在 无路而不自得 他会有这种情形 那我们也一样 如果法过深刻的话 不管你有恶因 恶严 恶业 现前的时候 他依然能够 从容地应对 那么 很正确地看待 所以 因为这样 所以他不会 他不会因为这样 造三二道的恶业 那这个是我们学法 最重要的 这个就叫做 这个其实 就叫做法律 法在内心 法律内心 他本身 有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在 面对境界的时候 大部分处于名相应 就算偶尔无名相应 那也不会 丧失的很厉害 也不会 无名 就一层沙而已 他还是看得清楚 只是不太清楚 当然是不会像 一面墙壁 完全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不会 一层黑布 完全 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 不会 他顶多的无名 就是一层雾而已 能见度 还有一百公尺 那你的是一层黑布 这个黑布之外面的 完全不知道 或是关在一个小箱子里面 完全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该怎么办 就是一般的反复是这样 那现在到底发生 为什么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这种有很多事 很多困惑 但是正果的人 不会这样 他即使还不是很清楚 但也不会完全糊涂 真的 会有这种现象 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 最需要的地方 当然你要对佛法 要 就是我们所谓的念知在知 其实是这样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 最多七次人天王法 他就一定会得解脱 这个是所有的经论里面 没有意义的 没有其他说法 他就是这样 最多 最多最慢 最慢 七次人天王法 他不会剁三二道 他不可能剁三二道 因为他的法有力量 所以阿难在遇到摩登前 佛陀就成实语 阿难他本身 他的法够深刻 那么他不会因为这样 而剁三二道 是不会的 那么所以且向涅槃 就是可以趋向涅槃 所以我们叫做向解脱 如是弟子从我叫法 这个前面是 这个佛总居士 那么跟佛陀问 你都为你弟子怎么说法 那佛陀回答他的 就是说 你的所谓 你说法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通常是这样 就好像人家问你 你学佛都学些什么 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去厦门南普陀 因为太旭大师的道场 我以前早期去大陆 都是去 这些祖师的道场去看 去到大旭大师的道场 刚才遇到有一个 他们军人将军 后山还蛮高的 你那个厦门南普陀 那个后山还蛮大 我们去到太旭大师的舍利塔那里 我就记得我爬爬到一半 然后就有一个将军 他们穿军服 他们也去 他们看到我 因为我们的穿着 跟他们的不太一样 他就知道你不是 这个南普陀的和尚 南普陀的他后山 他不会跟我们一样 我要去看那些 他天天住在那里 他哪里会去看那个东西 所以他也不会 也不会跟人一起去看 他就看我们一拳就跑去 他就跑来问我 你出家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说要断烦恼 就是出家的重点是什么 他就说你佛法 就是你都说些什么 你说法的重点是什么 他讲这个 他说那你出家 你们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是要做什么 我说出家就是要断烦恼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他好像也有学 学一些佛法的样子 所以他才会这样问 他类似说 烦恼也是无自信的 要断什么烦恼 类似像这样 这个就是一般人说的 就是口诞说空 他就会这样 一般来讲 还有一个我也记得 就是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学 带我去那个 上次南投那里 他有湖水旁边很漂亮 他就带我们说 因为他们在那里买了一块地 他本有一个湖还蛮漂亮的 然后他就带我们 开车带我们去 带我们去 我们就去看 然后他就跟我讲 那你们的地到哪里 就这话 就从这里这里 这边都是 这边都是我们的地 这寺院的 这我们的地 旁边有一个也是来游玩的 那个风景还蛮漂亮的 他一听到 他也是学佛的 他就说 这个 一切法无我无我所 哪有你的我的 他这样讲 就喝责我们你知道吗 我听了 我没有跟他辩论 就是说 一切法 就是说一切法无我无我所 哪有什么你的我的的 那我心里面在想 我没有跟他回 我说等一下 我把你的磕开走 你一定会说 你怎么开我的车 你不是都没有我 没有你的我的 这个哪里是你的车 是不是 然后我就打他一下 他说你怎么打我 没有我我手 我哪有打你 世间连是这样的 但是你不可能跟他一般见识 你跟他一般见识 没完没了 真的 有时候我会觉得是这样 好 我们上去再看 这是题外话 好 如是弟子从我教法 得离一后 离诸一后 断诸有结 基本上是这样 负问取谈 那么他又问 他说 因为他问他的就是 你跟你弟子说什么法 能够让他得解脱 离诸一后 得解脱 因为解脱最重要的就是断仪 他要断三结 神剑 戒进取 跟疑 那神剑是根本 但是 神剑要断 一定要先断两种 这个我还是要讲一下 很多人修行不知道这个观念 那直接去关神剑 当然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是这样 出国断三结 出国基本上断三结 出国虚头环 叫做入流 入圣流 入圣流 进入圣者的流泪 就是我们叫做 转凡成圣 超凡入圣 讲这个东西 那么出国断三结 身剑 他以身剑为主 以身剑为主 断身剑就一定是 应该是这么写 出国 断身剑 你只要断身剑 就是不以无运为我 那么只要断身剑 这种错误的观念 断除了 不再生起 那么他就能够胜流 但是断身剑 基本上 要先断两个 一个就是疑 一个就是借进去 那么疑一般的经典解释 就是对四弟有怀疑 对四弟 那么四弟是苦极灭到 就是生死的因是什么 对有因有缘是间极 有因有缘是间灭 这种道理不清楚 那什么样的因缘 才会产生这样的痛苦 什么样的问题 会有这样的结果 那么我现在 不要这种 我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 我必须要从哪里下手 这个四弟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就算你一直在观无我 也不能 因为你执着这个东西 比如说 那么你认为 念无我经 就可以断无我 也不对 念无我经 不能断无我 除非你在无我 你不是念而已 你观无我 那你能够正无我 就是闻思修 你能够加写 那么这个是苦极灭道 这个跟我们现在 在大部分的人的修行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苦是问题所在 这个是问题 是什么问题 种种的问题 比如说健康的问题 举个例 佛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健康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人员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反正种种 事业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子女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太多了 婚姻 还是国家社会的问题 国家社会 那不管 其实它就是问题 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我们 我们叫做忧悲闹 我们为这个问题产生忧虑 产生困扰 产生烦恼 因为为这个问题的出现 我们悲伤 悲哀 那么担心这个问题会来 这个问题来了 我们悲伤 那么一直存在这个问题 让我们困扰 让我们烦恼 就忧悲闹 这个问题本身 就是产生忧悲闹苦 简单 这个是简单讲 佛法解决的问题 是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是什么 生死问题 这些都是生死才有的 这些是重生到死产生的 生死之中有种种问题 对不对 这些都是生死之中才有的 那么你解决了这个 可能有这个 解决了这个 可能有这个 解决了这个 可能有这个 是不是 你健康的问题解决了 你精气的问题 可能产生问题 对不对 那你精气的问题解决了 你的婚姻可能产生问题 反正很多啦 一大堆啦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都是从生到死 我们叫做轮回 一次一次的生死 那么而有的 所以它是从根本去解决的 但是它从根本不解决 不是它只能从根本解决 不是 它一样一样都是有因有缘的 有因有缘家庭幸福 有因有缘家庭不幸福 有因有缘子女孝顺 有因有缘子女叛逆 有因有缘婚姻幸福 有因有缘身体健康 有因有缘身体不健康 那反正也有很多啦 这个是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 在学习佛法都会觉得 那佛法就是解决生死问题的 但是如果要解决现实的生活问题 那么佛法用不上 像那个梁树明就这样 佛法很好 可以度一切众生 但国家有难 佛法帮不上 社会混乱 佛法无力 因为那时候的佛法是什么 大家念佛 然后回向给社会 回向给国家 那么大家在打仗 那么大家回向 我们打圣仗 打圣仗 那他们打仗也是不好 大家有一天能够想得开 回向给他们 大家想得开不打仗 有可能吗 没有 无力 所以后来导师就在想这个问题 人间佛教是怎样 一开始 因为他会觉得佛法很好 学习佛法很好 但佛法解决不了 现实中的问题 真的解决不了吗 可以 他就是因为以前的解决方法就是 像我们现在有人生病了 大家每一个人念佛几万声 然后回向给他 没有雨的时候 大家念佛祈雨 有没有 然后这个发生什么了 大家诵经 然后做一个法会 然后回向给国泰民安 这个看起来 我们不说有笑没笑 那么在一些知识分子 或是的人眼里 那么第一个 他是不是你这样回向了 他就好 有可能好 有可能不好 但好也不一定是你回向的 但是也跟你可能有一点点官员 但是大部分 我们不会因为回向之后 就看见他改变 大部分 特别是社会国家这一种 不容易 就很常见的嘛 一个法师生病了 法师很有名 所有他的信徒 集体念佛回向 祝愿 那么让他病就好 这么厉害 医院只要一有病 大家就集体回向就好了 佛教主都不会生病 真的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听说这个法师生病 就在他前面给他立那个长生入位 冤青寨主排位 不管他有冤青寨主 多少 我们都给他超度 那么厉害吗 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样 我不说有效没效 消极 看不到 有没有效不知道 但我希望他有效 通常都是这种心态 我不知道是不是会产生效用 但是我尽力 我让他产生效用 如果没有效 那个是第一个 大家的努力不够 第二个 那个人的业障太重 通常都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佛陀不这样解决问题 琉璃王要屠杀释迦族 佛陀有没有把他的阿罗汉 他的阿罗汉有几千个 不是几千个 几万个 他不要找太多人 他只要找十大地址就好了 十大地址 今天有一个人出现在我们主持法会 那么我告诉你 那个是可不得了的事 对不对 只要有一个人就好了 今天大家设 不要说大家设 今天就冰陀卢婆罗豆 还没入夜盘的来了 我告诉你 全台湾大概佛教徒 有三分之二都会来 你信不信 如果真的冰陀卢要来 那先不讲舍利佛 穆建人大加社 那么 全台湾的佛弟子 那么 我告诉你 真的三分之二都会来 那没有人 没有人不会来的 难得 对不对 现在佛陀当时 佛陀亲自带队 十大地址列在旁边 前面后面的都是阿罗汉 那个还不殊胜 他不会在那边回向就好 那夜有那么重吗 这些几千个阿罗汉 都没有办法产生作用吗 但佛陀有没有这么做 佛陀没有啊 佛陀怎么做 他亲自去路上 看能不能改变这个痞流离 你看 他解决方式不一样 解决方式不一样 那个 波斯尼王的妈妈 听说一百多岁 也有时候九十岁 不管他几岁 他说年纪很大 往生了 然后 他去处理他妈妈的后事 就去问 问这个佛 那么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妈妈变更好的 已经往生了 已经突比了 佛陀没有跟他讲 什么方法 佛陀只告诉他 生命是无常的 国王 你应该好好体会 无常的道理 没有说 那你就回去 你就吃素 吃十九天 那你回去 这个 共生栽生 然后回向给他 他就会得到 佛陀没有这样讲 没有哦 你去看阿罕经里面说的 所以我们要看 阿罕跟律里面 佛陀到底都怎么解决问题的 那有些问题 那么基本上 问题 那佛法是解决生死问题的 那么 那么包括 不只是生死问题 生死问题从根本上说 那么细部的生活上 生命上的 家庭上的 种种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问题 那么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都是一种现象而已 可是这种现象 是我们不喜欢的现象 所以叫做苦 我们喜欢的叫做热 那么 但是终究是苦 好 那么世间上一切的现象 人事物 不离开人事物 对你造成的优悲闹 那么它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原因 一定是有原因 而且这个原因 不是单一的原因 它是很多 主要次要的原因 和和而有的 就叫急嘛 急 急就是积极 是很多原因 组合而有的 它不会是单一的原因 不是的 它是很多原因 形成这种现象 那是这种现象 是不好的现象 我们不喜欢的现象 只是这样 那么很多的原因 所有的现象 它一定背后有一个原因 有因有缘世间急 它有因有缘世间急 有因有缘苦会产生 有因有缘苦会消失 其实是这样 有因有缘健康会出问题 有因有缘健康不会出问题 那么有没有人一生都没有生过病的 有没有人 有 谁啊 薄居罗 薄居罗120岁 还是160岁 薄居罗160岁 一辈子没有生过病 但是这个要很长远的因 要很久远的那种 它没有杀生的因 那么当然除了杀生的因 还有它这一生 种种缘因 环境 什么种种缘因 那么有因有缘世间急 好 那我要解决掉这个苦 我不要这种现象再发生 重复的发生 一再的发生 第一个我要解决现在的现象 现在的苦 我要预防未来再发生 未来的苦 那我要怎么做 就是我不要让它再发生 我要灭苦 我要解除这种现象 它有道 有方法 这个方法必须是什么 正确的方法 所以叫八正道 它有正确的方法 那我们的都不是 我们的就是单一方法 念佛灭一切罪 辞作消灭一切苦 诵经争一切福 反正就像这样 其实不是 什么都是念佛 诵经辞作 不是 你要去看 你要去看 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不太 认为佛就会 回到那种神力的 神力 神力的世界 那我们只是把神力改成佛力而已 就神力加持跟佛力加持 我们就变成由神力 从婆罗门的神力加持 变成佛教的佛力加持 佛法不是 佛法你 佛力 佛最大的力量就是告诉你道理 告诉你解决的方法 告诉你解决的方法 那么佛陀不讲佛力神力 他讲什么 讲业力 那么你的苦是由业力造成的 那么要有什么 要有法力 那么有法力 正确的方法解决掉 造成你痛苦的现象 那么你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 就算不能解决 它也不对你造成问题 你不会生起优悲恼 佛陀老病时 这个是本来就有的 阿罗汉老病时 这个本来也会有 他会不会这样优悲恼 不会 他有办法解决让他 不老不变不死吗 没办法 就算他有神通 可以住寿一节 一节过后 他也不能再住了 他有个期限 佛陀可以延长寿命 没有错 一节 一节很长的时间 但是最后还是要走 对不对 因为他时间 他有一定的期间 他没有办法一直延长 所以他还是 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 他本身业果理论就是这样 业报的理论就是这样 所以法力 我们讲法力无边 无边是没有限制 任何一切法 任何的一个现象 它如果对你造成优悲恼 那么你有佛法 要不你可以解决掉它 将这种现象消失 就好像 你的热是因为 旁边有什么 有什么 有火 你把那个火关掉就好了 它就不热了 对不对 那你说 我的热是因为太阳 我又关不掉太阳 我又没有树 好 那怎么办 那你就看 要拿雨伞 拿什么 反正就是不能到树下 那如果没有树又怎么办 那有些没办法解决 那你全部都在沙漠 没有水怎么办 那么 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 但是从一个知法 入法的人来讲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就是内心的烦恼 那么他即使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也不会忧悲恼 包括佛陀想要挽救他的 加比罗位主的人 他解决不了 他怎么样 他会忧悲恼吗 不会 他想要调伏教化提佛达多 也教化不了 也教化不了 他会忧悲恼吗 也没有 佛陀不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如果照我们现在 如果照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 佛陀可以解决一切 我们面临到的问题 可是 佛陀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佛陀不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有些问题也不行啊 但是你却认为 佛陀可以解决你一切 向佛祈求的问题 这样合理吗 这样不合理啊 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在这边 所以大部分学佛的人 大部分学佛的人 连证件都没有 这个很麻烦 就算你不断 你不断观无运无我 可是你的借进去 你的乙没有断 你没有 你对四弟 你对所谓的证道 什么叫做证件 你都没有 没有证件 没有证件 没有证思维 没有证件证思维 他的生活不依证件证思维 就没有证与证业证命 虽然他也不犯证 虽然他也不犯杀到淫妄 他不犯杀到淫妄 但是他的观念是什么 错误的 他的观念不是证件 所以就算他用功 正精进正念正定 他有没有办法 就是他精进用功 那不能叫正精进 也不能叫正念正定 但是我们方便这样说 他精进 然后一心修行 一心念佛 一心拜佛 那么专心持戒 他就能得解脱吗 没有 因为解脱 是由精进加上正见而来 而且解脱的基本门槛 就是断身见 你这样 你一直执着有我 但是很用功 苦行外道不用功吗 苦行外道可用功 我告诉你 你没看过这么用功的 九死不悔 凝死不退 我们都还没有 但是他能解脱吗 不能 所以佛法不讲神力 其实他讲佛力 但是他的佛力不是等于神力 我们的佛力就是神力 佛力其实是法力 佛法在你内心 知法入法 就是法义法味 就是你的法入心 那么你知道世间是缘起的 那么苦极灭到 你凡事你要解决任何问题 你都从他的因下手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 这个人常常骂我 我以前的方法也是这样 我躲也 我们都在同一个学校 我躲也躲不了 不然我离开 我又不愿意因为这样离开 可是我又不能让他不讲我 那怎么办 我就在我的佛堂里面 给他写一张校在牌位 然后天天回向给他 可是回向了很久 那个时候特别用功 回向了很久也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到底是他业障重 还是我业障重 要不就他业障重 消不了 要就是我业障重 不是这样的问题 他有可能误会 或是也有可能过去的因缘 那你并不是心存好心 你只是想要赶快摆脱这种困境而已 不要让他再来防我 可是你对他也没有持心 真的 你这种回向给他 回向给他 看起来要笑他的业障 实际上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对我造成的痛苦 今天如果他 今天如果他没有对我造成困扰 我管他去死 对不对 他痛他去痛 那这种 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真的 那么你要从这个角度上去 是看苦其 那么你要灭 没有人不想灭苦的 可是灭苦一定要怎么样 你有正确的方法 我们说过 正确 适合 纯熟 就是你第一个一定要正确 不正确后面都不用讲 然后你那个练的功夫 不断不断 要跟心 要操作 操作到你很纯熟 那么那个方法才有力量 你一个厨师 他训练到你纯熟 切得很快 很有力量 那我们不会 慢慢慢慢 人家一道菜 五分钟做出来 我们做一个小时 还不一定做出来 那个就是纯熟不纯熟 那么法在你内心 纯熟不纯熟 正确不正确 最重要 正确不正确 适合不适合 那不是所有的法 不是一个法 可以应用在所有的物体上 不是 适不适合这样用 适不适合我用 那我们举个 比如说修不静观 修不静观是对自贪心的 如果你称心重 你还修不静观 就越修越称 就平常上是这样 所以你要看适不适合 就好像药 那你现在太虚人 你不能吃补 虚不受补 你现在还吃不要 那不对 它是药 但不适合现在吃 所以你对这个东西 佛法的东西 就是说你如果 第一个你不正确 不适合 那么你操作的次数太少 就是你没有 第一个你思维 我们说思维要专精思维 第二个正确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要有力量 然后要硕硕思维 要长长 然后之后了解了 真的人要做 法随法行 要硕硕 也是一样 一次又一次 一次一次操作 一次一次操作 那么不会第一次就产生很大的效用 不会 但是你渐渐操作几次以后 你会发现到 问题可能解决 可能不解决 可能解决 可能不解决 但是烦恼正渐渐在减少 你的忧悲脑苦渐渐减少 你一定会发现到这个现象 但是它有可能解决 有可能也不解决 但是你的忧悲脑会减少 你的苦会减少 这个是你可以 你可以确定的 那如果你不是 你就是 我就送金回笙给他 解决不解决也不知道 但是你的忧悲脑 没有减少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再发生 怎么又来了 怎么又来了 你就会更气 你知道吗 我到底是欠你多少 你就会欠你 你忧悲脑也不会减少 但是看到他改变 很有效 阿弥陀佛太厉害了 这个地藏菩萨太有威得力了 那以后有事情 你会不会再念 会 但是每次都可以解决吗 不会 那这个 刚开始念观音菩萨 解决了 后来那个人 你念观音菩萨不解决 这个人要念地藏菩萨 要超度 所以念地藏菩萨 那地藏菩萨解决了 你以后就念地藏菩萨 那再发生一件事 地藏菩萨又不能解决了 要是否 反正就这样 你看世间的人都是这样 换来换去 为什么 他的法不是法 那个有些东西是刚好 真的 那你的心改变 你跟他的缘就浅浅了 一稍微一改变就可以改变了 你就认为这样就能改变 不对 你没有从苦极灭到下手 所以你要正断生间 你第一个要断的就是乙 对四地没有正确 就是我怀疑 就是我们大部分不是对四地有怀疑 我们是根本不知道 要依四地来解决问题 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 那么借进去 这个是正确的观念没建立 因为疑就是 你不知四地 就是你没有正确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跟观念 那么借进去就是 你有错误的 你没有正确的 你有错误的 你有错误 你当然就不会有正确啊 那这个要先断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非法 所法 非律 说律 这个如果不先断 这个不能断 因为你就认为 就好像 就好像这个 撒泽尼剑子 他无印无我的观念 不先去除 邪见不先去除 他在接下来 怎么断 怎么正无我 观色受想行事 怎么正无我 他不会有 对不对 那佛陀先让他说 无印无我的观念是错的 对不对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好 你无印无 那么接下来再跟他讲 那怎么正得无印无我 观色受想行事 过去 现在未来 面外豪丑 出息远近 不是我 不义我 不相在 再跟他讲次第 修行的次第 对不对 所以这个错误的观念要先断 非因既因 这样的原因并不是 并不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苦果 苦因 那么这样的结果 不是旧既 非果既果 这样的现象不是涅槃 你却认为这样是涅槃 这样的结果不是解脱 你却认为这个是解脱 这个是错误的 那么这样的原因 并不能导致解脱 这样的修行 并不能导致离苦 并不能让你离苦 你却认为这样的修行 这样的原因 就能够让你得解脱 让你离苦 非因既因 那么你现在的修行境界 并不是解脱 那么你却认为 你现在是解脱 得出国恶国 你会 你得出产二产 你会认为得出国恶国 得非产非产 你会认为得涅槃 这个是错误的 那你所见到的 见佛 见光见花 那个并不是 那个并不是真的 殊胜的 佛来见你 那你却执着 这个是 这个是佛来加持我 佛来安慰我 那么我见佛 见佛就得无声 我现在已经得无声了 这个是错误的 那么这样 你有这样的观念 你不可能 有正确的观念 因为错误的观念 先挡在前面了 这个要先去除 所以佛陀说法 先立四种证件 世间跟初世间的证件 然后八正道 第一个就证件 然后对佛法 有正确的体会 那么正确的实践 那么之后 从世间 初世间证件 再观这个无云 无常无我 那么可以断身件 那么断身件之后 那么这个 这个至地的 不会再有法语 不会有法语 那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法的力量 越来越坚固 越来越坚固 所以他不会 不忘不失 再不忧不悔 他会有这种状态 就内心不会再有忧悔 因为他面对一切境界 他从缘起看 他都能接受 从无常看 他都能理解 他不会 他不会不知道为什么 忧悔是 哎呀担心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 那后悔 就是后悔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这样 他不会 因为他知道这一切 都是因缘和合 无常 就算做过了 就已经做过了 不然 你在忧悔也没有意义 他不会做 那个没有意义的事 那 虽然他有时候 也会懒惰 懈怠放映一下 但是他那个法有力量 终究 这个法会产生 让他去向解脱 就算他在投胎 七次 都有隔音之谜 那个法在内心 不会丧失掉 一样啊 我们学习的佛法 我常常讲 不用隔音 就是隔四 隔四你忘记 隔周就忘了 隔天就忘了 还隔四 真的啊 你这 等一下从这里出去 有一些问题 就忘了 佛法就没有了 还要隔音 所以我们基本上 要常常 所以常常要 就是 正念正知 就是你学习的佛法 你要学而实习之 常常提起来 常常提起来 那么法 要深刻 要如理思维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你真的就会有法律 法律不是一山倒海 法律就是 在面对一切困境的时候 你会表现出安定 然后试着去理解 这些理清楚 到底是 现在是什么状态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比较好 那么解决得了 解决得不了 你都 解决得了 你就知道 这个可以这样解决 那么解决不了 你会知道 那么一定是 我在哪一个环节 没有考虑到 就好像水管漏水 我已经都寻过了 为什么还漏水 一定哪一个环节 你没有考虑到 你再去寻一遍 你不会 你不会在那边埋怨 我都已经做到这样的 还要怎么样 不是 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你努力 不努力的问题 那个是问题 关键 你有没有找出来的问题 所以你一定 你不会把多余的心力 浪费在埋怨 浪费在猜疑 不会 你会赶快去 再去寻一下 到底是 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 没有 你会把心力 用在这里 你知道吗 你看就不一样 这实际上真的 我们 生活在这个世间 太多问题了 那每一件问题 其实都是 不是断烦恼 才苦其灭道 所有的一切事情 解决问题 其实都是这样 问题的癥结在哪里 问题是 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是怎么产生的 第三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那怎么样 要做到怎么样 才是彻底解决问题 那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苦其灭道 其实是很重要的 大部分人不懂缘旗 不懂事定 那么 那么 就是 就是 只是 用功 用功 但是 这样的用功 其实 不是不好 但是 治标不治本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说 如是弟子 从我教法 得理疑惑 都断一切疑惑了 对一切现象 对一切 无我的道理 再没有任何疑惑 那么他又问取塔 那么你又怎么教弟子 于佛法得尽猪肉 第一个 先断疑惑 那就是 先见法 知法 没有疑惑 没有疑惑之后 第一个是向涅槃 然后怎么样 可以把烦恼断尽 因为这个时候 还没有断尽烦恼 但是他已经 掌握住方法了 所以有时候禅宗 叫开悟叫做什么 水边淋下 掌养圣胎 你看那个六祖就好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六祖是什么境界 但是你看六祖 开悟之后 隐在猎人堆里面 那一般的人就起烦恼 对不对 怎么可以杀身 怎么会这样 他不会 他知道 如果是我 我那时候会想 如果是我 那么 我一定 我在什么地方都好 我不要在猎人堆里面 因为天天看他们杀身 我都起烦恼 对不对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吃饭还要避着他 不要让他看见我吃肉 那就很麻烦 我躲到其他地方不好 我躲在他们里面做什么 对不对 但是你看人家不会 然后他想的是什么 他以后还可以度他们 然后他就在里面 他很安然自得 就是我们说的 那么 这是在富贵中 在贫贱中 在贫敌之中 那么他都 无路而不自得 处负贵 行负负贵 处贫贱 行乎贫贱 处遗敌 行乎遗敌 在每一个状态里面 从佛法的角度来看 那么你能理解 你能接受 那你不会从中生起幽悲脑 那这个 当然这个要练 这个要练的 这个不是你说 我这样想就可以 就算我 就算我 我这么会讲 这么会想 我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但是 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 当你起幽悲脑的时候 你马上会知道 那么你会转过来 像幽悲脑那边 看怎么调伏他 真的 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就会一直幽悲脑 幽上加 幽脑上加脑 那么不能解决 就悲上加悲 反正就这样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事 那你 你马上就知道 我现在有幽悲脑 我现在有苦 我要解决我的苦 我要怎么做 那么现象 我改变不了 但是 我唯一 真正能够掌握 能够改变的 就是我自己的心 对不对 但是 也一下子改变不了 你叫他不要这样想 他就是要这样想 你叫他不要怨 他就是会怨 好像那个心不是我一样 真的就会这样 真的会这样 我也叫他不要想 但是他偏偏就要往那边想 我有什么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有啊 有办法 这个是实际上 真的你有用心 你就会发现到这些 这是细节的东西 那 真正的用心 就在这些细节里面 就是你生我的这些细节 就我们讲的都是比较 排面上的东西 但是这些其实 这很细的东西 其实就是你在 你在应对这些现象的时候 那么其实都可以体验得出来 真的 好 那么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稍微 问他的问的东西 稍微说一下 他说那你又怎么教弟子 可以得正涅槃 禁猪肉就把烦恼全部断去 第一个阶段 已经可以掌握了 建法 执法 正出国 那么第二个阶段 怎么又成出国 就是可以有机会 得解脱出生死 那怎么又从出国到阿罗汉 得禁猪肉 无肉 肉就是烦恼 断一切烦恼 心解脱会解脱 那心解脱会解脱 我们说过 那么有时候 他讲的不太一样 但是心解脱是 离爱心解脱 离无名会解脱 通常最初的阿罕经 如果讲心解脱会解脱 就是离爱 根本我们讲的 我见我爱 离爱说心解脱 离无名说会解脱 那一般又说所谓的 拒解脱会解脱 那么这个 如果这里讲 无肉心解脱会解脱 就是 无名所乎 爱解所欣 长夜轮回 那么现在是离无名断贪汉 那么出生死 大概就这样 所以宪法自知作证 就是他 就正阿罗汉 正阿罗汉 他自己就会知道 我生已尽 犯生已历 所作与作 自知不受厚有 就这样了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这一部已经很长了 你跟他讲几天才讲得完 因为我也教了很多东西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佛法 我先看到 讲到哪里 等一下我先做个记录 不然下次来我就忘记了 讲到这里 167月 第三段 第二段 今天是六月几号 六月二十 好 大家合掌回响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祝 lifestyle 二十 槹 一 entity 一